叶青梅已经率先走出院子 他脑子里正飞速运转 来人是不是老皇帝的手臂 今日叶青梅已经做了简单的伪装 他来到了对面千里 进门看到月瑶说的那个公子 刚刚破完棋局站起身来 叶青梅快步走到他面前 先是瞄了一眼棋盘 确认无误之后 才开口问道 就是先生解开的这盘棋 范健刚刚努力的解完这盘棋 还没等起身站稳 就被冲进来的女子吓了一跳 听到女子问话 他愣愣的点点头回答道 是正是在下解开的 叶青梅又看了看棋盘 深深吸了口气说道 记忆被解开 先生且说你有什么心愿 需要我们完成 不知为什么 范健面对眼前这样的女子 竟然思绪有些跟不上 范健左右看看 又抬脚向外望望 也没有看到公子的身影 叶青梅看着他左右张望问道 你有同伴在此 范健赶紧点头 正是我是替我家公子在此破解棋局的 说话间 范健正好看见三皇子进来 他赶紧迎上去 公子 我已经解开棋局 棋局已破 你快说你的心愿吧 还没等三皇子开口 叶青梅对着范健淡淡的说道 棋局是你解开的 我只完成你的心愿 与他人无关 范健愣了一下解释道 姑娘 你可能误会了 他是公子 我是他的随从 我是替公子在这里破解棋局的 叶青梅皱了一下眉头说道 我知道他是公子 你是随从 但在我们兰院 并不管你们是什么身份 我看到的是你解开的棋局 那么就只能完成你的心愿 不管他是公子还是皇子 都与心愿无关 不要再啰嗦了啊 赶紧说出你的心愿 是要黄金万两 还是要生铺住宅啊 叶青梅的一番话 倒是让范健和三皇子心中一愣 没想到此女子说话如此犀利 毕竟是在别人的地盘上 况且他们此行是有目的的 三皇子深知不能发声不愉快 他赶紧笑着说道 既然是兰院的规矩 我们必须遵守 范健 你快说出你的心愿吧 三皇子对范健使了个眼色 范健立马了然 摇了摇头开口道 姑娘 误会了 我们既不要黄金万两 也不要商不住宅 我们呀 只想结识传奇女子 叶青梅 听了这话 叶青梅再次肯定 这两个人跟老皇帝是一伙的 不知道他们葫芦里 卖的到底是什么药 欠我 又一个对我感兴趣的 你们费了九牛二虎之力破开棋局 就为见我 三皇子和范健对视一眼 他们实在想不出 眼前女子就是那传闻极为神奇的叶青梅 范健一时没忍住 开口问道 你 你就是叶青梅 叶青梅理了礼衣服 正言道 我就是叶青梅 你们要见的就是我 先生不要地产 不要财富 就为见小女子一面 岂不是亏了 还没等二人回答 叶青梅又说道 我想 先生一定会说 见我一面可抵黄金万两 对吧 听了叶青梅的话 二人皆是一愣 他们确实是想这么说的 三皇子 缓了缓情绪说道 对 姑娘的传奇事迹 在下早有耳闻 今日遇见 实乃三生有幸 在下 姓慕 姓慧 姓慧 叶青梅翻了个白眼 信信地说道 你敢说 你们不是特意来见我的吗 哪里来的什么三生有幸 三皇子和范健又愣了一下 他们本想 破了人家棋局 人家心有不愿 自己一礼相待 定能缓解尴尬 没想到 这叶青梅 不按套路出牌 范健赶紧笑着说道 在下范健 确实已经 研究姑娘的残局多时 也就是 想要一睹芳容 才下决心 破了此局 叶青梅 耸了耸尖道 范健 这个名字 可真特别 你们想一睹我的芳容 这下你们看见了 我并没有沉鱼落雁 碧月修花纸容 长得这么一般 看够了呀 你们的心愿也就完成了 前方左拐之走 就是大门 不送 范健更加懵了 愣在那里 一动不动 他从来没有听过 哪个女子 会这样形容 自己的容颜 一时 竟不知道说什么 三皇子 也是一头雾水 叶青梅 如此脾气 确实从来 没有遇见过 人家明显 是在赶他们离开 这下 他们倒是不知道 该怎么把话 接下去了 陈努长 从竹园回来 并没有直接 回春江花月 而是把这院落 周围墙壁处 又仔细看了一遍 在他看来 这立房屋建造别致 可能会暗藏玄机 不过 尽管他非常仔细 依然没有看出什么 他刚回到对面 千里 还没来得及进门 就听见了 一女子不耐烦的声音 当下他就走进房间 三皇子和范健 本来已经不知该说什么了 看见陈努长来了 好像看到了旧病 叶青梅 转头看向来人 微皱的眉头 舒展开了一些 陈努长 虽不知发生了什么 但是可以看出 现在的气氛 很微妙 他赶紧上前 微笑恭敬地说道 五常给姑娘请安 又见到姑娘 真是荣幸啊 叶青梅略有缓和地问道 你 不会和他们两个 是一伙的吧 陈努长看了看 自己的主子和好友 意识有点懵 赶紧又笑着说道 不买姑娘 这二位啊 正是五常的好友 不知他们 有何处得罪了姑娘 五常 在此赔礼了 叶青梅皱了皱眉头 还真是一伙的 陈努长明显感觉得出来 这姑娘跟之前 在竹园相见时 态度大有不同 心中暗想 肯定是自家主子和好友 触犯了这位姑娘 想了想 他又笑着说道 姑娘 我们三人来 是想破了这对面千里的崎岖 然后见一见神奇女子 叶青梅 但是 不知道他们二位 哪里做错了 可能我们不懂规矩 触犯了姑娘 还望姑娘海涵 范健在一旁 干咳了两声 但是陈努长 却没有理解 叶青梅听了陈努长的话 声音 微冷地问道 即使来破棋局 他们两个在此处 你为何要在院中走动 陈努长赶紧恭敬地说道 不瞒姑娘说 他们二位 对琴棋说话 甚有兴趣 在下呀 乃一粗人 但是来到这兰院 却被院中紧致所吸引 一时没忍住啊 就在院里观赏了一番 故而 刚才打扰姑娘之处 叶青梅 又摆了摆手道 罢了罢了 不管你们 来此到底何目的 你们的心愿已经完成 快快离开吧 另外 回去告诉你们同伙 不要再来如此把戏 以免被我逐出拦院 陈努长 愣愣地看一下 自己的主子 看到他们俩 也一脸迷茫 当下他也没了主意 半天没有说话的三皇子 此刻对着叶青梅 微微附身 恭敬地说道 叶姑娘 在下 并不知我们之间 是不是有什么误会 如果可以 在下 想请姑娘 品一杯清明 再与姑娘 赔礼道歉 陈努长看到 自家主子已经如此 也赶紧笑着说道 是啊 姑娘 不管您对我们 有什么误会 看在我们 一番诚意上 请给我们一个 解释的机会 范剑此刻 虽没有说话 但是却赶紧 陪着笑脸 他们可能都没有觉得 在这女子面前 他们的身份 好像比普通人 还普通 叶青梅 看了看 面前的三个人 如果他们 和那老皇帝 是一伙的 那么这几个人 非富即贵 不知道他们 到底有何目的 不如 就先坐一会吧 想吧 他轻甩衣袖 来到旁边的茶座 毫不客气地 坐在那主人位 月瑶 看自家主子 已经落座 就肯定是同意 与他们喝茶了 赶紧礼貌地 请三位公子 坐下 三皇子等人 微微汗手 随着月瑶 来到了 叶青梅旁边的 那几个座位 坐下 月瑶则是 坐在了 茶室的位置 为各位烹茶 落座之后 三皇子 看着叶青梅 真诚地说道 虽不知 叶姑娘到底 为何生气 但是在下 故意隐瞒 确实不该 叶姑娘 既要赔罪 我就需要 重新介绍一下 我呢 是当朝三皇子 穆公子 只是我在 宫外的化名 三皇子 指了指范贱 和陈吴长 说道 这是我奶娘的儿子 也是我的伴读 范贱 旁边这边 是自小陪我练功的 陈吴长 他们二位 都是我的挚友兄弟 我们久居淡着 刚刚回京 就听闻姑娘的 传奇事件 终是没忍住 才来这兰院 走了一早 穆某这次所说 句句属实 望姑娘 不要再介怀 一旁的范贱 和陈吴长 也赶紧诚恳地 连连点头 叶青梅 淡淡地 看着面前的三人 他却没想到 这三皇子 能够如此诚恳 不咸不淡地 说道 原来 你还真是皇子 既然已经坐下 就请喝一杯 我们自己调制的 清茶吧 三皇子点头 三人心里 都在琢磨 这叶青梅 果然不一般 明明知道 坐在自己 对面的是皇子 竟然没有任何 惊讶的表情 叶青梅端杯 示意了一下 三皇子等人 也端起茶杯 轻饮明茶 叶青梅 淡淡地问道 三皇子 也见过清梅了 可还满意啊 三皇子 赶紧笑着说道 叶姑娘 果然非比寻常 百文不如一见 木偶虽回京 时日不长 但也对姑娘 所经营的生意 了解一二 姑娘的聪明才智 举世无双 木某佩服 叶青梅 淡淡笑了笑 三皇子 不再说话 范健喝了一口茶 笑着说道 清梅姑娘的棋局 果真高明 不瞒您说 我可是集着京都城内 有名的几位师傅的智慧 方才破了你这棋局 范某啊 佩服 陈武长 也笑着说道 说在下眼镯 竟没认出姑娘 就是棋女子 叶青梅 叶青梅摇了摇头说道 世人 只传棋女子 你们当然会幻想 棋女子一定是样貌出众 倾国倾城 怎么会把我这其貌不扬的人 联想成棋女子呢 陈武长一惊 赶紧说道 姑娘 这是哪里话 姑娘虽没有倾国倾城 但也算是清新脱俗啊 况且棋女子 怎能只观其相貌啊 陈武长的这几句话 倒是说到了叶青梅的心里 只见她的脸色 已有所缓和 淡淡的说道 你这人 见解还不错 陈武长 赶紧陪着笑说道 都是姑娘 这风水宝地养人 才熏陶的陈某 说话重听了一些 日后 如果可以啊 陈某 定当常常来叨扰 也好多长一些见识 只要清梅姑娘 不赶我们就好 叶青梅 清明一口茶 淡淡的说道 兰院开门做生意 来者就是送钱 我总会与金钱过不去 各位如果 还没有做够 就慢慢享受 小女子我有事 先行一步 话落 她压根儿没管什么 皇子不皇子的 也没给三人说话的机会 起身飘然离开 三皇子与另外两位 面面相聚 主人一走 他们也只好起身告别 三人上了马车 一路无言 直至回到饭府书房 三皇子才问道 武昌 你在院子里 就看到叶青梅了 可有其他发现 陈武昌摇了摇头 公子 院里的每一处景致 我都去了 连墙壁我都摸了一遍 没有任何机关 我无意中看到后院 有一处竹屋 就进去了 就是在那儿 看到了叶青梅 当时我并不知道 他就是叶青梅 但是在院中 见到的叶青梅 和后来 在对面牵里 见到的叶青梅 态度与气 显然不一样 范健叹了口气 说道 这女子 真是与众不同 我长这么大 还第一次见到 如此伶牙历齿之人 偏偏她有聪明过人 反正与她对话 我总是心里发虚 三皇子点了点头 他确实不一般呀 很多时候 都出乎我意料 真是一个难懂的对象 我刚回京都 不亦招摇 他既拒绝我的拉楼 以后 我就不能常常出现了 你们两个 可以经常去兰院 留意一下 那边的动静 范健和陈武长 纷纷点头 范健疑惑地问道 公子 我有一事不灭 我们本是去查看 他是否是敌过暗探 对方套路还没摸清 您怎么就把身份 给暴露了呢 三皇子笑了笑 说道 你以为我不说 他就能不知道吗 他是何其聪明的女子 况且 今日他对我们 本就有敌意 如果我不如实 说出自己的身份 他日 如果他自己知晓 必会当我们是小人 像他这样的聪明人啊 可以不是我们的友人 但一定不要成为 我们的敌人 陈武长说道 公子的意思是说 三皇子 点了点头 我们刚回京城 根基未闻 如果叶青梅 不是敌国暗探 那我们就有机会了 放眼这天下 又有哪个商人 能脱离权贵呢 陈武长想了想 大皇子和二皇子 一直留在京都 根基比三皇子的要深 要是权贵的话 恐怕叶青梅 会与他们有兴趣 那样就对三皇子不利了 三皇子点点头 想了想说道 那女子不是一般人 也并不是我们 按字计划就能左右的 这样武长 你这几天啊 找机会把父皇 对叶青梅感兴趣的事情 透露给大皇子那边 他一定会有所行动 我们啊 静观其变 接下来一段时间 我会韬光养晦 外面的很多事情 就由你们两个照看了 陈武长和范贱点头答应 自这一日开始 他们两人成了兰院的常客 自然也会和叶青梅 发生很多值得期待的故事 至于发生什么故事呢 我们下集再讲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